28日法收會這天 聯發科股價中廠小漲0.45% 收665元 打臉外資烏鴉視評價 連兩天收紅 但談到精氣 執行長蔡麗芹坦言 消費性電子產品試況低迷 加上客戶端持續調整庫存 仍是最大挑戰 因此我們未能給你確定數字 我們希望我們的第二季的收費 能夠到NG91.8億 至NG99.5億 身為IC設計龍頭聯發科第一季營收 年減33% 只有956.52億 盡力幾乎腰窄 毛利率降至48% 是一年半來新低 每股獲利10.64元 更是近9季低點 庫存高水位 存貨金額達到692.65億 景氣冬眠 也讓終端市場需求 能見度相當有限 國內景氣憂鬱中連續5個月亮出低迷藍燈 第二季想落底有困難 而主機總處也公布最新預測 第一季經濟成長率比預期還差 相較去年同期大幅衰退3.02% 今年GDP保二恐怕落空 一般人可能會把這個就是視為是經濟衰退 但是其實整個景氣循環的狀況的話 還是必須要由國發會 他依照更多的這個資訊來做判斷 企業面臨調節庫存壓力爆棚 而民間為了對抗通膨消費力道縮手 2023台灣景氣是否鼓底反彈充滿未知數 淮宇新聞客觀稱陳品珍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淮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 並開啟小鈴鐺 並開啟小鈴鐺